政策在松莽全台有21万家庭雇佣外劳来照顾家中的失能者或是长辈 新型制度有聘用外劳的 是没有办法申请喘息服务、居家服务 劳动部同意要放宽这些规定 家庭外劳休假期间 雇主也可以申请使用终点外劳 预计下个月就会上路 另外劳动部也宣布当外劳遭到性侵、性骚扰或是人口翻运时 想要更换雇主 可以跨不同作业别来转换雇主 外劳遭受性侵害、性骚扰、暴力殴打或被人口贩运等情势实有所闻 过去规定若要转换雇主必须从事同一个工作业别 不过劳动部决定放宽规定 让这类受害外劳也能够跨类转换雇主 劳动部统计一年大约发生400件类似案例 未来如果发生家庭外劳 在雇主家中受到身体伤害心中产生阴影 不愿意继续在别的家庭工作 也可以转换成产业外劳 另外为了让家庭内的外劳能够休息喘息 劳动部也同意放宽规定家庭外劳休假期间 雇主也可以申请终点外劳 国内21万的家庭类外劳 因为不适用劳机法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法定的休假权利 因此劳动部禁制将放宽 外展看护工使用资格 让有聘用外劳家庭的雇主 做外劳放假休息 也可以使用终点外劳 新制预计11月上路 记者宣传谢奇文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